最近这个往生的是去年 八月间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老林长 成光别往生 他八月初期往生 三个月之前 他就一知一失知 三个月前的 他在一张纸上写了八月初期 写了十几个八月初期 家里人看到也不敢问他什么意思 八月初期那天往生 三个月之前 这个往生的月下 我们亲眼看见的 他的一些冤家 债主 到我们居士林念佛堂 附在一个杜居士的身上 这个也大家都见到的 附在杜居士身上 说他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 他们看到 老林长念佛往生 非常赞叹 不但不找麻烦呢 很欢喜 要求到居士林来皈依 来求皈依 要求到居士林听金 所以居士林的二楼 跟一楼装上了电视 24小时播放奖金的录像带 那不是给人看的 那是老林长的冤亲带主 要求的 日夜不间断 放给他们听点 那我们如果要不好好认真去 修学净土 真点连鬼都不如啊 这个是最近的四十真相 随佛法修学 能不能有成就 你成就有多大 关键在信心 你的信心愈坚定 你的成就就越大 如果你信心呢 有了问题 半信半疑 你在这个法门 不会有成就 不仅是尽宗如此啊 佛法无论哪个宗派 无论哪个法门 没有例外的 都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 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而信心确确确实实很难建立 这个 与过去僧众所修集的 善跟父的英年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成就不是偶然 也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 过去僧中 有善跟父德 这一僧中 遇到很好的机遇 那么这一僧当中 肯定成就 你遇到真正善之事 对善之事的教会 身心不已 依教奉献 真正从信 到肯定 到欢喜 接受 到落实在自己 生活 行持当中 这个心 才有根 根 它才能够生长 这个生长是 长道心 菩提心 真正 真正 那 感谢观看